大家好,今天花季兄弟要介紹台南的秘境 龍陵山步道,就在台南與高雄的交界處 全線2.4K,全部都在樹印底下,算是非常的好走舒服 住在台南二十幾年,我從來沒有來過這裡 在Google Map上搜尋,要搜尋英文 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中文也不能改 還有導航的時候,請不要走到一條很小的產業道路 不然你會很刺激 請再看到希拉雅風景區這裡左轉 到紫行宮這條路 只有這條路是最好走的 龍陵山步道是環狀步道 所以不管走哪一條路都可以,都可以繞一圈回來 在岔路處,向右轉是平坦好走的路 不過向左轉是非常陡的階梯 我們當然是選擇走右邊的路,一路上超好走的 雞公司的路上很滑 最也會覺得沒有車身在地圖上 逆軸的路上就會移動 後車內倒出一圈 雞公司的路上不走 就要離開一個現在的路上 不過在哪有兩條路上 除了這個路,這路上有這麼好 然後再溜中到內的路上 下爭南三五公司的路上 這路上有很多馬力 然後再滑回一圈 然後在這路上 就變成走在山脊上 全是石頭,不過還算好走 難怪這裡會叫龍靈三步道 我們就像是走在龍的背脊上 終於爬到最高點 王爺輪山這裡有一個涼亭 這裡可以看得非常的遠 許多登山客都在這裡休息 不過爬了兩個多小時的路 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 我們來到附近另一座山上的餐廳 308高地 風景視野非常好 餐點超好吃,推薦給大家 而且座位真的非常的多 喜歡我的介紹也記得 請按下訂閱按鈕 我會分享更多台南旅遊資訊 那我們下次見 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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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